继续回到第三场赛事 这组去过重发马有1号和5号 5号上了一些榜 481650 撞大fit的马三全心全意 567那些其实都挺好的 不过这组都很平均 没有马配备变动 先看这一只超跑王 金元宝马 我记得是跑沙田 不过这条腰还是有点耿耿的 希望有点变化 跑得多了就 这一只是2号的一见倾心 上次也能够入得到位 复货其实相隔日子不是很久 跳起来也算是很放松的 外观也不错 那怎样?不转路程 那只是不适合那条线 不是 好了,全心全意埋变 这些你就不用想 捏硬了,对不对? 换了一些配备上1650米是可以的 右排好位 好像形势还可以的 这只刀的状态也不错 阳明高高 近期都有正常的出赛 不过我们都看到这些马的形态 和之前fit 漂亮是有些分别的 我想居于这一组 它可能就稍微看低一点 好,安定凡胜 其实这只真的挺好的 什么一铺成名 安定凡胜 喜欢这些谷草1650米的 蛇行一天都在 这次还重了一些绑 这次还早点回来香港 在重快已经跳了几货 那看这一只又再拍跳 星期六早上那只飞云追 前面那只 怕你不参与 是,贴烂了时事有余 整一次赛前他都拍跳 不过上一次赛前三拍 他就追得快一点 这些货就逗得稍微慢 这次方哥一拍也有好几只马 有着又试跑 可能着翘飞到卖便 其实我很怕这些马爆 但是你说整个十当 又好像不够飞云追快 那他又好像会被人顶在外面 卖便那一匹 保得住也是今早出跳的马 今早这些货跳 就没用了Jawing 有时他也不会用的 拍跳会比较急劲一点 但是不容易操控的 这些是保得住 你不搞他便没事了 你硬斗高他的头 我记得之前是波件事 你一斗高他的头便出事了 走岸烈焰 没什么很大的变化 这段那些喘气喘名 你有份参与 就真的跟着一起喘 这些就是天地同心 就是拍天赤堡 星期六朝 里面天赤堡 近镜就是天地同心 他拍真跳都拍输 事集还输一条街 所以神操是没有东西看的 霹靂狂龙 看来很小 还有复课初期 真是让他休息 慢慢来度 度了三个星期才跳回 一当我都不一样 这一只上次也有Q 挺原巧合 其实他还是有点自乱的 留起上来的马 不是说留得很顺 来到第三场 都是四班马的 不过是1650 但是这一场是特分赛 60分至35分的下限 一再都提醒大家 一特分赛 那些富榜就会有些分别 四五班混合赛 其实这一场很多马 先从另一个角度 不得那些数起 我觉得超跑王可能会弱些 一号马弱些 阳明高高会差一点 甚至保得住 我觉得都是难一点 其他马每个都已经是机会马 甚至五星四 那些机缘巧合 其实可能他根本不是五班马 只不过磁熟 跌到五班 突然间做些功夫 已经有Q 那一匹狂龙也是 他抱着一档而已 所以这一场 我觉得暂时 就没什么头緒 很多马选 其实我又觉得有些奇怪 那些飞云追 是不是要用莫雷拉 跑法这么简单 他放在前面走而已 其实自己看着 我又觉得很奇怪 我不是说他状态各样不好 都希望他能够顺利 你说热到超迈了的时候 你要再想一想 安定凡胜 我觉得没问题 全心全意那些没问题 这些反而我觉得 稳打稳窄一点 你飞云追 一搞不定 真是屁都没有 这些马就 然后穿翘飞渡真的 又是输过当 其实穿翘飞渡上次 很久跑了 退出过 但是他真的有些斑 这些都是边线的 硬硬找的 十号马天地同心 很奇怪 他不是之前试过跑 之前不是有些缺货 然后复出来跑 他跑跑 他突然立了油 然后又要散一轮 他又跑回来 其实天地同心 这些都不是差的 这些 机缘巧合 幸好上次刚刚有第二 跑法蚀到不得了 现在升了一班 这么大 有这么高大的马 我不怕 可能他根本跑曲草 还好 第三场赛事都研究过 非常好 詞曲 李宗益